变形金刚我想小伙伴们都看过吧 它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小时候总是幻想着 要是我也能拥有一辆 像电影里那样炫酷可变形的车子就好了 前不久日本千业工业大学 未来机器人研究中心就发布了一条令 变形金刚粉丝们 兴奋不已的好消息 他们造出了一款机器人和代步工具的结合体现 石板变形金刚 并命名为看物 这是由于它看上去和袋鼠 很相似便得此名 看物全长55公分宽44 重128斤 不过它并不能像电影里的变形金刚那样 帮你打败敌人维护正义 只会做你生活中的小助手 帮你提东西和代步 在使用者购物时 它会跟个保姆一样全程 跟在你身后帮助你提物品减少麻烦 令使用者有一个愉快的购物体验 当用户需要乘坐时 看物便会自动将车身伸长至75公分 并打开座椅调整好高度 便行为一辆摩托车 它配备了节流闸来控制车子前后运动 使用起来和传统摩托车一样 转动车把就是前进 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4公里 除此之外还装置了 三维机动传感器和广角照相机 如此一来便能检测到 四周的障碍物并轻松避开 还能依照车子的速度 以及拐弯时的倾斜姿态 牢记自己走过的路 值得一提的事 还能远程操作 看物自主行驶到特定的地点 去帮用户接朋友或是拿东西 据了解它的研发团队 还打算给它增加对话功能 尽量在2020年之前推广上市 怎么样小伙伴们有没有心动呢 那么你认为刊物机器人如何呢